信息 Hey大家好,我是Chennings,给大家带来任何 washout的网上链接 我们还有之前想起我开极练 上一期应该都有打过两只恐暴 最后还几乎没打过啊 有没有打过我们队友是偷了一个上位的一坨肉 一个风山龙 结果我们是一顿狂怒 如此之后感觉是出气出了不少 这样我们正式回到继位的任务中 现在打的是一只在山峰的两只毒水兽 由于是毒水兽 带上量级毒药 其他东西呢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带了吧 看队友都是准备好了 我们直接准备吧 可能有人问了说你怎么是说打了这风山龙 这个在哪呢 我是没有路啊 因为考虑到是一只上位的怪 真的是我觉得是没有路的必要了 所以说是就没有路 一个一坨肉再加上是上位的 基本上就是无脑袋 当我用的是双刀还喝了抢走 就是在无脑袋乱舞 直接给捂死的 所以说我就 就没有路下来 这样继位的怪还是我们接着 接着打一打 两只水兽 好像一直在洞里 一直在 一直在 一直在这个外边吧 我记得 你看队友的 他这个地点 我觉得是他们在洞里边吧 我看这边觉得像是洞里边啊 像我们这么近几个应该是会更快些 另外呢这个洞外边应该是还有另外一只 嗯 不好抽风了 咱们一见面就抽风了 哎 这抽风的时间还挺久 天哪 哇好吧 卡了一个强角啊 会是低估了他的这么一个灯火弹 哎 水兽 其实说实话我 之所喜欢的双刀啊 我其实觉得水兽 因为是 不是特别难打 其实什么武器打的 应该都是 特别是比较好 不得了 所以说 反正双刀更容易探刀的机会 其实显示的双刀很容易 卡了又倒了 嗯 直接跪掉了 说出来 尾巴我就不挖了 但是这些节操什么 还是要剪剪的 因为这个水兽 他是出矿泥迪珠的 还是有 值得去挖一把 毕竟这种东西 矿泥迪珠应该是能 能交易的 我记得 看一下 挖出来一个 好像是 四星呢 好像是不能 好像是不能交易 不过 抢走妖技 应该能交易 这个实话 这个让我有一点危险 啊 这样有一只怪在去门口 我不太想去过去打 好吧 这地点还是不太好 我直接我直接选择 很漂亮 先出来 我这实在是不太 不太习惯 摸个刀吧 刚才是我说错了 狂斗进出物应该是没法交易 但是抢走妖技应该是什么交易 其实我记得原来是在二代 二代我们有时候 几个朋友私底下连击 是怎么做呢 就是 把 把其中一个人的抢走妖技 都给我们的其中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不存档 直接可游戏 然后再 再进吧 相当于是 有点像是作弊吗 再进吧 我相信 我估计大家都可能 能面积的话 估计都会运过类似的方法 有点是相当小作弊啊 如果我过来 毕竟抢走好准备 这种东西还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好刷出来 只要是需要不停地去打这种 几怪 还有一怪 嘿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是又随便投一个任务啊 毕竟这个房间是 虽然我是房主 但是我很随意 Po什么都行 打了队友也是 Po了一个双 怪龙 一个毒怪龙 一个电魔龙 我想了想呢 是觉得这两只怪 都是比较容易摊到啊 这样直接是用 用我们的斩斧打吧 毕竟我觉得 我用斩斧不是特别好 可能是 已经用的不太多 再加上 我用斩斧好像 非常 非常习惯 拿它当太偷用 所以说可能 有一两把武器 并不是 虽然给人 给我的 就是 出感觉啊 感觉上好像挺相近的 两把武器啊 但实际上 等用起来以后呢 就会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 我下意识的人 经常是拿斩斧当太偷用 结果也是 感觉上 不太对啊 虽然知道不太对 但还是会下意识的 用力出来 但只能是多 多练练了 哎 这样 我们看一下是 应该是 动土的认识 没有错啊 其他地点我还是没有见过 有这个 怪人一家的 带上热饮 其他的东西呢 带给玩具吧 然后 估计就可以了 看好像有人 还没有 还没有接任务啊 这样 趁这个机会 介绍一下装备 那大家穿的都是套装 我也是 我们两个人 可以看穿的都是 毒怪龙一套 我的是近战套 他这个鹿角弓 拿的是远程一套 是远程一套 好像他的脚是一个 迅龙的脚啊 技能也是配出了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 攻击UP小 哇 他这个护服好厉害啊 呃 攻击UP中 属性解放 装填树上升 和一个 属性攻击 哎 就是一场攻击 加一 另外呢 Solo他好像是穿了一套 迅猛套装 然后他的 哎 我发现他的这个剑的 他套装技能跟我一样 但是他 他的护服是比较好 他护服是一个 扩散弹加七的一个护服 由于我没有这么高的护服 扩散弹 其实还是非常难配出来的 呃 你配珠子的话 只能是配一点 或者是直接是三个格的四点 他有一个加七的 可以说随便直接是装 相三个格 就是相三个一加一的珠子行吗 我由于是只有一个加好像加四 还是加五的一个护服啊 也是不着不用把它替换成 身上的套件 替换成其他的 他这等于是直接是配不到了 技能也是 回形加一炸弹人 呃 扩散扩散弹跟攻击UP上升 还有耐力上耐力回复 和一个集中 还有一个人 穿的好像是零山中一套吧 配的好像是海农的战斧啊 由于是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就不给他介绍了吧 毕竟我是介绍只是想 诶 没有事做 怕大家无聊随便废话两句 还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进入到正式的任务当中 有点这个地点不太好啊 比如说地点 就是打了个怪啊 于是直接遇上了 遇上了毒怪罗 而且是一只不太老实的毒怪罗 好 我们是有勇士有魂神家啊 这个攻击还是可以滚的 哎呦我天呐 大意了啊 没有注意他的这个身后速度强 结果是 他后撤是被这个墙挡了一下 好像是打我们来了吧 这应该是在不好 又要中招吗 刚才应该是在打队友啊 我觉得应该是打队友 结果是我们回避后 毕竟这个回避距离不太 不是特别理想 不是特别理想 呃 然后有人挂掉了 你看清楚是怎么挂掉的 哎 这回完了 我看斩斧的剑形态还是不太 就是不太理想 可能我估计还是非常要配一个 估计还是要配回避回避距离上的啊 或者说是我们直接使用伏击来打 或者说是我们直接使用伏击来打 不要走远啊 刚才我这个上条 要是他没有恢复分动化 应该会直接弹一刀的 这样 我觉得我们有一次技能有利刃 应该是斩位消耗没有那么严重 直接是不摸刀了 嗯 好像两只怪啊 在一块 哇 好危险 考虑到 可能我觉得电鬼龙会更好打一些啊 我先把这只怪呢 过来先斩进去射 另外这只怪有没有中毒 我都是应该好像没有中毒吧 只好给他斩一下射 应该刚才他在天花板上 我们狗里人中 目前还是没有见到说是 他斩色球可以往天上扔的 屁股好像是破了啊 再送一封 另外我好像是不经意间it 我是不经意间把我的把我刚才是自动锁定物给打 是有人就给吃了 可以看刚才这又是怪又是再去打队友 结果又是把我们给带到 斩府看来还是不太习惯 这样我是在我实际是选择用鼠型态输出了 因为鼠型态移动速度就更快些 打死了 那边这只小毒怪龙你是在装死吗 还是好像不是装死啊 是真死了 哎 看一下 觉得小毒怪龙还是很可爱的 这是在做什么 哎 好像是队友 应该是有队友把他给杀死了吧 好像是啊 来说呢 怎么是在刚才看他好像是打了个哈欠 然后就不动了 这样我们还是用 用鼠型态打了 发现剑形态不是 但剑形态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有效的 不是说特别 不是说有效不有效啊 是不是特别的 敏捷性太差了 可以说 但是发现旁边有队友 我觉得还是 还是用剑形态 我们此行的攻击是会把队友打C的 然后是要上防 这是要换区吗 那边有谁 你去 你在干什么 好危险啊 像一个属性解放 好 直接打死了 好 直接打死了 哎 大家好 回来 呃 我们现在呢 是又重新做一个任务 可以看我还是在使的 还是使斩斧啊 呃 主要是这是一个大灵狩猎 我发现这几只怪我用 其实说实话我用斩斧的次数还算是比较少啊 就算用的话之前也是在使一些我比较有把握的怪 可能是我才会用斩斧 目前说实话这几只怪 除了火龙我觉得用斩斧还算是比较好打之外 哎 当然火龙仓火也是非常爱飞 我说的比较好打只是因为他飞的时候能打到 并不像我穿哪个片线他飞起来 打都打不到 呃 只是说比较容易打到 但是由于是斩斧的机动性比较差 其实还算是处于劣势的 前面这两只怪呢 其实我觉得我是印象中是真没有怎么拿斩斧打过啊 我们这样直接去试一试吧 另外我们的火抗线好像是-6啊 不是特别的高 这样由于是火山任务 拿一点饮料 其他的东西呢 谁要拿的吗 爆锤应该是不会放臭气啊 不用担心 火龙可能会毒我们 但是这个毒不是特别猛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不用带一些派战物品拿的东西了 但是可以带点爆弹啊 带两个爆弹行吗 因为最后火龙飞过来的时候 他我们现在应该是吃了 猛饭吃的是强化爆弹的 就是强化爆破树的 这两个爆弹叠在一块 然后引爆的话炸到 一般炸到火龙的尾巴吧 就是由于他往下飞的时候 尾巴可能是比较靠下 一般把尾巴引爆 会直接出一个硬直 就掉在地上了 这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另外其实还可以选择 再多带的爆弹啊 把第一只爆锤龙的下部给破掉 破掉之后应该就会非常好打了 我再带一个吧 其他的攻击我就不想带了 带点阴暴 阎哥的话挖地还是可以给炸起来的 那基本上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直接准备出任务 好 这样我们好像出生 又出生到营地了 之前我好像 下一只感觉到之前哪个任务呢 就是出生在营地了 不得清楚啊 不过这只怪 我们队友离爆锤的出生区域比较近 他们都是直接马上就赶到战斗了 哎呦猫啊 说实话 这区我遇见过最恶心的事 就是我们正在爬这个 爬这边这个可以看 就是这个 就是挂着的时候 被猫打一下 东西被偷了 然后好像我们是被打飞了直接 还是还是很恶心的 这样好像有队友是会 好像是屁股被炸掉了吗 好像被尾巴炸掉了 我是想去 去把这个下巴爆掉啊 貌似不太理想 看是快爆炸了 还是没有打到啊 我估计 我们用俯形态打的呢 不会会弹刀吧 虽然是自然 试一下 强行上 好像好像还是会弹刀啊 可以看 这样就没有办法 毕竟有鹿角弓在 这个暴鼠镜 它也是好像前两下 可能是暴的地儿 不太 不太好啊 然后现在再往回暴的话 这是一个好处 就我们去爆掉了 这样我们可以是换俯形态打了 直接来个乱轮 最后一下攻击力很大 没有打到啊 对吧 我觉得这只怪 是不是 把我滚 这就是快不行了吧 我看果然是不行了 直接死掉了 感觉斩斧 其实打 打爆锤 不是太贪刀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吧 当然其实也是 有很大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 是因为我们有队友在啊 所以说并不是特别难 一个人打的话 还是要 时刻小心 就不能随便的出刀什么的 好像这么快就 就是几分 好像是三分钟啊 三分钟就直接来了 我们有吃药吗 好像没有啊 三分钟直接来了 吃几点 可能吃这个吃肉有点吃得过早了 不过无所谓吧 摸一下刀 毕竟碎龙的斩斧 他的 可以看 子斩还是非常短的 就是 那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这个 炎戈龙会在哪里出声 我随便扔一个 扔一个爆弹了 有就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啊 还好 猜的比较准 这样露草菇 好的 这样应该是会直接震怒啊 我直接接一个乱砖 好像是起身后距离有点不太好 这个有点不太好 这个地点 他是属于愤怒状态 我们的 直接的打上来了 愤怒状态下的阴暴应该是不吃的 所以说刚才是没有必要去扔 直接又是被炸死了 毕竟是大灵机狩猎 还是比较比较好打的 这样我们看我们的斩虎的这个平的槽 还差一丝是到了中间 我们直接是上下弹 可以把它基本上装满 但我不太清楚 刚那种情况下我们不装 一直是等到 也就是等到我们的这个火龙出生 会不会会自己自己填满 我是不太清楚 只是下意识地做了一下 这样 喵喵你好 你赶快过来 先把猫清掉 毕竟龙猫还是非常的不能害人的 这样要是想更效率一点呢 直接我们在这埋一个陷阱啊 你想一下火龙出生 好像是脑子在冲那边 我还真是忘记了 好像有人已经埋了 最厉害的情况下是 就是埋到他 因为他吼叫 这个火龙吼叫 他是会 会往前迈一步啊 赶紧直接 先引爆啊 哎 是没有引爆成功啊 这个看来是 我有点问题啊 应该是 应该是我引爆的 哇 这次 百年不悦啊 火龙的吼旋 被我滚回去了 赶紧收武器 毕竟现在是火龙最天 我们是剑 现在实在是太对了 万种鼠行在打 被我撩 好像没有打下来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打的 我再撩 还是没有打下来啊 接着聊 这也不是打下来了 虽然不太清楚 是谁打下来的 不过 无所谓了 哎 这个任务还是比较简单的 哎 大家我还回来 这个视频发现 实践啊 可能是又不知不觉中 又是我已经录了 将近四十分钟了 可能中间要节点东西 不过 考虑到这个时间 可能是在录的话 实在是太长 不太 可能是大家看着 虽然可能会比较爽些 但是我上传起来 就不太爽了 可能我是稍把它 接一下吧 这样我们是这期视频 就先到着 我们到时候 下期 接着是在这个方向 给大家看 继续我们的狩猎 这期也是相当喜欢 这样 我们下期见